好 這樣請坐 我們接著我們的進度 剛才講到佛放光 召集大眾文化 然後我們中午在禪修的時候 有念佛系念 就是念佛形象 稱尼勒靈 這是待會講到我們修行的功課 那這邊很特別的是 在這部經 他要講這部經 他第一個是佛親日召集大家講經 像我們金剛經 是他們日常時間 早上去起食脫波回來了 吃法喚後了 然後徐菩提去勤法 這樣的例子在我們《二韓經》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日常日誌裡面很多 就是兩個人在聊天 發現他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就一起去問佛 或是問了大俄羅漢 俄羅漢講完以後說 那我再帶你去問佛 那這是由佛親日召集來講課的 這是這部經就很重要 那這一部經很重要 佛又第二次強調 怎麼第二次強調 他就說現廣常舌相 這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 有人說這個有點像妖怪 他說他的舌頭一伸出來 可以到眉間 可以到法際 這是釋迦牟尼佛時代 有一次婆羅門 主老師你要再努力一下 如果生出來能夠到鼻子 就是很厲害了 代表他一輩子都不會說法 他已經累生累世不說法 太久太久了 他能夠生出來到法際 是生生事事修 不妄於 不兩舌 不其餘於 然後不惡於 他修出來的那個舌相 所以那一次有個婆羅門 去問釋迦牟尼佛 問一問 他說你講的都是真的嗎 然後釋迦牟尼佛 就把舌頭伸出來 帶他開到頭髮這邊 然後再伸回去 然後那個婆羅門就說 哎呀 這個能夠獻廣常識向人 講出來的話 不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所以金剛經裡面強調 佛是真與則 實與則 誠實與則 誠實與則 不斷強調佛是講真的 那你看我們博羅心經有沒有強調 能處一切苦 真實不虛 跟你講我不是吹牛的 是真的 所以他這邊 他代表說我接下來講的事情 是真的 用佛 用佛這樣的立場 來告訴你這是真的 我們不是座談聊天跟你吹牛一下 不是 他用佛獻廣常識向來招勢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是真實的 你一定要聽清楚 後面一定會有說 地聽地聽善師念詞 就是你要聽清楚 那他獻廣常識向以後 就開始講諸陀隆理 就把一切的法全部都講請囊相受 但是 真的 我們看這邊的 這個維摩界經講的 佛以音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請 雖然佛請囊相受 但是每個人聽的都不一樣 有的人聽了就入定了 像早上也有很多人入定 那有些人聽了 就是覺得好無聊啊 擠不住 不然趕快去廁所一下 去喝水一下 有的人就發喜充滿 哎呀 百千萬劫難遭遇 各位有這樣的感覺嗎 有 真實與真 以自身境界各有所得 所以我們楊卿問後學說 我們那麼多人 有外國人 泰國人 有柬埔山人 大家回天 那彌勒佛講的話 他們都聽得懂嗎 沒問題 佛以音音演說法 每個人都會直接聽得到 那我們那天去幫楊爸爸祝念 他們就說楊爸爸只聽懂台語 後來我說沒有 成道了喔 他聽的是我們的心 所以第二次我們就用國語祝念 所以這個靈山會上 世尊如來臉花絮衆 他在傳道 在傳心 那麼多人人天百萬 只有大家是霍元為相 只有他得法 同樣的在這個地方 世尊信廣常則相說一切法 那只有彌勒菩薩 文火所說應時即得 他不是真的是世界上魔力國給他了 他已經本來就修到那個境界了 只是妙覺跟等覺 就差一個有沒有滿月結跟了眾生的姻緣 但是等覺跟佛是完全智慧 境界時被完全相等 所以他可以應聲即得 他佛跟佛他是可以直接相通 他的境界 他的感受 他所要表達的妙法 所以應聲即得 一切陀羅尼們 百萬億陀羅尼們 那這邊他講到一個名詞叫陀羅尼 陀羅尼這種詞的意思 因為我們要知道說古代的社會 古代的社會 他的知識是一種很重要的專業 你不是貴族 你接觸不到知識 所以為什麼我們孔老夫子有較無類 他一開始教的還是那一些 那一些有讀過一點點書的 因為你開口是普通話 你不要以為孔老夫子是開口知夫子而已 不是 孔老夫子講話也是普通話 只是要做成紀錄的時候 自然就會用文言文 因為刻組繭很麻煩 我們以前寫字寫多一點 手指都會變形 寫到這個指頭都長繭 所以以前不是用寫語 用刻的 更麻煩 所以他一定要 如佛所說 文佛所說 那時候我聽到佛是這樣說的 只要刻那麼多字 對不對 所以都是文言文 所以你看那個嫩言經長得那麼深 拜託喔 在印度沒有那麼深的 那麼深的畢業經他要寫多少 所以只要文字寫出來都是精華 都是變成文言文 所以這是印升級的 那這些文字這麼多 一般人沒有工具 你看那個畢業要做得很難 那印度是用一種畢業 畢業就是一種像那個 類似大型的那種甘蔗樹一樣 那葉子纖維很純 比較耐用 所以他就把它去頭去尾 做成長方形的 就是現在西藏那些喇嘛 在讀那個經典 做成那種長方形的樹葉 去掉 然後可以在上面寫那個經文 所以這個以前的書本 以前的文字 孔老夫子都還用竹片 竹片更麻煩 要去砍那個老竹 太年輕了不行 所以會變形 然後把皮削掉 留漢輕 什麼叫漢輕 就是你要留在竹片裡面 必須把竹子烤過 讓那個竹粒去掉了 他這樣才不會住 才可以寫竹片 那如果一般就是用寫的 那如果要變成書 就要用柯的 所以我們以前 這個經典是很不容易 所以這麼不容易之下 那個經典怎麼傳播 就要靠背誦 要靠背誦 所以我們以前為什麼說 文君一喜化 聖地讀十年書 因為前十年都在背誦 老師都只這樣請你 所以說我念 熬童讀金 他讀就全部背起來了 就等到 長大了 十六歲 十七歲了 開始思考了 然後去問老師 老師講一喜化 原來十年背的經典 全部貫通 因為以前背的你都沒有了解 那現在老師講了你了解 叫做文君一喜化 聖地讀十年書 所以這個要背 那背要怎麼背 像我以前在讀中醫 我們中醫不是你 理解就可以 因為理解你寫出來 每個教授都覺得 這樣對不對 很難改 所以你要寫的 跟課本一模一樣 那書 譬如說我們講黃啟 本草會講一次 草會寫一次 然後講儲方的時候要講一次 講內課的時候要講一次 有時候跟不一樣 所以考試的時候我們要第一個 我大腦裡面有一個圖書館 翻開 這是哪一本書 這是第一幾頁 然後就寫什麼 然後寫什麼 然後寫什麼 所以你不只寫對 而且要知道它的標準 那怎麼去讀 這叫總詞 所以以後學長 你要只要學歷讀書要會 總詞 就是你要先背目錄 然後第二個背大綱 然後地上的背裡面的內容 內容背還以後 你要自己出考題 這樣子 考試的時候看到題目 馬上要想到這是哪一部書 哪一章 然後哪一段 然後就原文寫下來 這樣就幾個人 這不是百語挑一 是百萬傳宗過 是獨挑幾個人 叫陀洛尼 所以以前的陀洛尼 不是咒語 不是咒語 以前陀洛尼是一種種詞 就是類似目錄的概念 譬如說當我們播的信心 讀得很熟的時候 我們內 我們二波的後面都 你後面的文字 你叫做得起人 因為你要記上多本 所以這是總詞 就是這個意思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 教理行政 就是一個總詞 教 那種大廠教 教的是什麼 行大廠要我們怎麼做 正 我們做了以後 什麼樣的改變應驗 像老師就講 老師就根本來講 百日之功可得心輕自然之位 你依法修行 你這樣做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的禪定 一百天你就很美好的感覺 也一點易受 所以我們都沒有認證修 很多修到的人的病都很短 然後三年資金對十年金高低 你依法修行就相應 三年就開始改變命運 這叫相應 這叫相應 所以一定會有教理行政 正應 正應 這個托倫尼就是一個總詞 譬如剛才用四個字 教理行政做一個總詞 我們這個法門裡面這個總詞 教的什麼 理有什麼 行的什麼 正的什麼 你可以很快的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記住 所以這個托倫尼就是這個意思 那裡面講到的阿阿南墓區佛羅尼 那個就是大菩薩的修行禁禁 你把它讀過 喜歡的話就查一下活水字典 講大菩薩根本現在太遠了 我們現在可能在十星位近一步 開始要時間流入佛羅蜜爾而已 所以釋迦牟尼爾甚至在小聖經典裡面 不是小聖 《阿寒經》裏面 就是說那個那些咒語 那些咒語 翁阿翁那些咒語 他說這個是那個畜生刀用的語言 講得很難聽耶 你有沒有講得很難聽耶 但是這個 這個你講到所有的聲音它都有根本 有根本 所以他們在禪地裡面 婆羅門家裡面 他們也有在修禪地 所以他也發現說 這個宇宙有一些基本的聲音 佛的顯化有時候用光 光是用看的 有時候是聲是用聽的 有時候是感覺 它是一種波動、震動 所以佛常常說 某一個人出事會有六種震動 所以它是一種震動 這是一種波動 所以後來就說慢慢的 因為在印度 婆羅門家還是佔大多數 所以為了生存 他就把一些好的東西把它吸進來 像我們知道西藏那個笨教 它就是原始宗教 就是祭拜山神、祭拜土地神和神 那這些神也給他們很多力量 這是本土的西藏笨教 那佛教進去以後 他就把這些月差啊 一些羅叉都把它收編 變成他的護法神 所以我們看到西藏佛教裡面 喇嘛他們裡面的那些神都 有點怕的 人家我們在大神佛教神 都要慈美善霧這邊 盪著眼睛拿著斧頭拿著刀 踩著骷髏頭 還有用骷髏頭來裝東西來供養神 我說這個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集市 各位為什麼普瓜要用烏龜殼 靈龜嘛 對不對 他活那麼久 他那麼親近 隨時都要禪地歸行 所以用他來占卜最準 所以你用大和尚的頭蓋骨來做 是不是更準 他休息一輩子還用他的頭蓋骨 所以你看祕教裡面 他有用頭蓋骨做的那種供盤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嗎 復個頭蓋骨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強調感應感應感應到碎身 有時候你就會找偏了 你就會容易找偏了 所以我們這些感應我們不是說沒有 陰涼五行 衝煞這些靈感 低層天中級層天高級天 各種感應都存在 但是我們今天跟著佛修 正知正見正覺我們是走更超越 所以人家在講感應我們不要直接佛修 我們笑一笑就好 如果願意聽就給他更高級一點點 那就是彌勒佛的法相 我們再看一個 各位這個標準坐姿要學強 你看到佛像只要這個形樣的大部分都是米勒佛 因為所有的菩薩大部分都是坦坐 包括米勒佛剛上升的時候也都是坦坐 他的事件他在釋迦摩內佛時代 不修禪定 所以他都很隨見的交角坐 不過上半身坐得很挺 這是米勒菩薩 這是在中亞 中亞那邊保留 我們說過 在唐朝以前所有的十科 第一名是關西 這是我們釋迦摩內佛 第二名就是米勒菩薩 我們什麼敦煌十科 什麼莫高屋十科 包括我們印度很多十科 他們學者統計 第一名是釋迦摩內佛 第二名就是米勒菩薩 那唐朝以後才出現阿彌陀佛 他是從魏晉南北朝末端 才有開始人在念阿彌陀佛 那個道安法師他的徒弟 會員法師才開始念阿彌陀佛 所以說這是米勒菩薩 在這個 這是非常 三十二項八十種 好 這三十二項裡面有一項 或許就沒有 他的牙齒要四十顆 而且每一顆都要很漂亮 這是一種像 這是一種像 第二種像 上面的門牙下面的門牙 這一四顆 開口講話說 光亮解白非常好看 這個叫白牙像 這一四顆很厲害 所有東西咬下去都咬斷 然後你看臉俠 臉俠像我這個就沒有了 我們這是羅漢生 骨魯頭 像豬姊就有點有 說我胖就胖吧 臉俠豐滿 我們這個比較刻薄像 剛剛瓜瓜陽青差不多 差不多 就下巴都貓進去 然後火就是圓滿起來 然後中間都有一顆梅間 它畫得比較高一點 應該在梅間 這叫做白好像 它裡面藏了一道光 那一道光 那一道光 那一道光放出來會有 到整個搜果世界一圈 那也可以變成無數道光 這梅間白好像光 這個梅間白好像光 這個梅間白好像光 就是有一根毛 那會變成妖怪 那一根毛可以拉出來 撈地球好幾圈 所以說白好像光 它是一道光 那這一道光 是菩薩修來利益眾生的 所以它要跟大家做加聘的時候 就是梅間放白好像光 在我們很多經典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只要遇到 梅間放白好像光 你要趕快抓到前面 所以現在我們也是在梅間 在放白好像光 它平常照出去 就是看它的功力有多少 這個專門在利益眾生的 所以我們回明樂淨土的時候 第一道程序就是 明樂菩薩年間 白好像光幫我們做淨身 不然我們東塞進土太親近了 我們待不住 所以它會先 一下就消九十億劫生死至最後 這個實在是太划算了 然後這是梅樂主食 我們後面還會繼續再講到 所以這個叫做開始進入八起序 他看到彌勒佛站在火前 然後佛跟他灌底 那彌勒佛站出來 你要想像那時候大家都坐著 那彌勒佛站出來 然後這個優佛禮 那如果用我們現在年輕人講的話 就說很白目 他是一個大俄羅漢 他當然是成佛神威 因為這彌勒菩薩在釋迦摩尼佛的弟子裡面 很令列 很令列 你看他剛才那個樣子你就知道了 跟那個穆建蓮跟那個大家社友一樣 你看長那麼帥 然後三十二項圓滿 然後反正就是大帥哥就對了 然後他又免事人家坐在石頭上 然後他就要拿一個椅子坐 人家在打坐 然後他到處城中去 到處跟眾生結緣 所以他是一個很令列的一個修行者 所以這麼令列的修行者 佛又說你是我的繼承人 你是眾生未來的希望 所以很多眾生內心都有疑慮 所以有優佛禮 為什麼是優佛禮呢 他是佛基裡面的戒律第一 我們八觀戰界都要公請優佛禮尊者 來幫我們見證 對不對 他是八觀戒律裡面第一 戒律第一 所有的 我們現在叫六法全書 他那時候是佛的戒律 只要任何人有戒律問他就對了 跟佛講得差不多 不過他是一個羅漢 他只會翻法律 依照法律第幾條 你沒救了 好 如果佛山會跟他講 哎呀 已經造罪了 那個過去的都是空 只有未來的果報是真的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就是趕快 懺悔發願改過修行 讓未來的果報能夠變小或是消失 菩薩跟羅漢不太一樣 佛安羅漢說 哦哦 很不好意思 你這個阿比地律 不用起訴 所以他是戒律地律 用他生團的戒律來看彌勒佛 他是很奇特的 所以他特別介紹一下彌勒佛當初的形象 你看看 我稍微把它調一下會比較完整 他金負 金責雖負出家 然後應該是這邊先講 不修禪定不斷環擾 然後自然就未斷出了 修禪定就是要開啟智慧 智慧就是要去斷自己的 這個煩惱就是執著 失戀的人為什麼會痛苦 執著吧 如果他知道這個人 失戀就是我們的姻緣結束了 那就彼此祝福 我們發現現在年輕人 應該境界比較高 我們那個時代 只要是失戀的時候 這要死要活 最好是他死 所以他有潑瘤酸的 我們以前那個時代是這樣的 哦 你居然去找地上的人 我以前對你那麼好 所以我要幫你呼呼你潑瘤酸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好像 哦 這樣子你喜歡他 好吧 這煩惱就是執著 執著少了痛苦就少一點 然後餵斷豬肉 因為他有煩惱 所以就經常會肉功德會流失 豬肉也就是各種毛病 我們的功德一直流失 所以要吃戒親近 就是讓功德不要流失 為了要親口就是讓功德不要再流失 那既然他是這樣的沒有修這些 那他的肉身就是煩惡身 那不是羅漢身 也不是二層那個色列天的天身 所以他就是煩惡身 你沒有吃三餐你要吃兩餐 沒有吃兩餐你要吃一餐 那營養水要注意一下 蛋白質要高一點 你要吃一點好油 那飯要吃少一點 聚乏物身 然後你要運動 你看老兒上有多少幾個人運動 活那麼長瘦 你就是要依照凡人的身體的結構來發展 那你才會健康 你不健康 我們的情緒就不穩定 但是他大菩薩他居然 看起來好像這些都沒有 跟一個普通人一樣 你不說我們大俄羅漢是未來火 說這個人是未來火 就像你不講正合的講是未來火 講隔壁那個什麼家的做生意的人 說那個是未來火 我們心大心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代表眾生問這個問題 問這個問題 他是未來火這件事情講了很多遍 那這邊後學舉了三部經 都叫做經王 經典八萬四千卷 稱為王就是最重要的 華元經也是 嫩元經也是 華華經也是 那還有更多更多的經 所以他是未來火 所以才會有那麼大的落差 他是未來火 未來我是長得這個樣子 他就很納悶 那他就問了一件事情 那這個人這樣子的修行 他以後會死到哪裡去 他死了以後會去哪裡 所以這個兩個字調換就感覺不一樣 他離開人間的時候要去哪一個國土 所以或許為什麼說他有點白目就這樣子 你什麼時候要死了 所以修行人就是很直 有什麼就問什麼 當家對生死的不care 反正我們的修行人都得自在 我過幾天就要死了 我什麼時候要死了 你看六祖會那個說 你們有問題趕快問 我人間使命完成了 不過六祖多了滿久的 多了快一年 不是躺了一年 他講了以後快一年才成道 那一般講了一般 像釋迦牟人是三個月 他宣佈他要入內盤三個月 那一般人都是遇之大概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那能夠知道什麼時候要離開 那都是有功夫有福報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雖然說俄羅漢就是比較治療 但是這是一般佛經裡面的定義 定位跟菩薩區分 那釋迦牟人火的五百羅漢 一千兩百五十人眾 他是外面好像一個俄羅漢 跟眾生沒有因緣的 但是他的心都是菩薩型 因為他說帶了眾生不斷去度化眾生 甚至他們會開放 各位前前不是我們現在才開放 他們那個十大地址 他們會跟老師講 我要去哪裡開放 那釋迦牟人有時候會跟他講 你不要去那裡 烏克蘭現在在打仗 你去那裡不太好 他會跟他講那邊在戰亂 你不要去那邊開放 你去別的地方 所以這是四線佛 人家說外線羅漢內密菩薩寫 那這個彌勒佛他這樣子做 為什麼這樣子做 我們說過吧 他經常被人家挑剔 修行人哪有這樣子 我們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三十年前我在當工程師 當工程師 當工程師來講 你們一貫到吃菜吃到肚臟 吃素 吃素只有吃到肚臟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有夫妻還有殖女 在家修行嘛 我們是守正這個不協議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你們怎麼這麼做 這樣也算在修行嗎 那密勒菩薩他一籌一開始 就告訴你 如果一開始是要求你很嚴格 你求到那一天 你就要準備一千萬 然後你要繞全台繞一圈 才能夠來求到 那大概我們大物量會剩下萬分之一 那個門檻踢得很高 沒有錯 進來的都是精英 但是密勒菩薩不希望這樣子 他希望說 哦 你有空嗎 來 馬上電話打 電話打電話師你有空嗎 我們臨時放到 電話師在求到 求你求到 應該還是要有一個專業的程序 他的視線很容易修行 所以連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他都在經典裡面 另外一部經好多部經都特別看視 他走的叫做義行道 我們看一下補充資料 那邊有兩部經都是這麼說 前面有目錄看第幾頁 第幾頁 好 彌勒加封第十一 好 彌勒加封第十一 好 彌勒加封第十一 你看前面這一部經 大寶石經彌勒菩薩所問會 他就念彌勒菩薩 說你以前修行 那台語叫做喀佛 習生習命習慣 從外面看起來就是捨不得 人家大菩薩是什麼都失 頭目手足人家要多失 妻子兒女要多失 甚至釋迦摩尼佛有人要跟他說 我要修行一個祕法 需要有一個國王的頭 你的頭可以給我嗎 你覺得你遇到誰 精神病 但是那個國王他說 好 等我把家裡的事處理完 我就頭給你 這就是釋迦摩尼佛 你說這個幾人做得到 所以很精進很澄清很了不起 但是我們學不來 阿彌勒菩薩就這樣 他說你不能捨頭目眼捨腦目 你人家要做遺址 你就說那個人生病快死了 你去找他姨子吧 他是這樣修行的 他視線修行不用那麼苦 修行不用那麼清心寡欲 你佛門一步一步來 每個人很容易就進來 那下一步這邊釋迦摩尼佛 我就直接講了 我國土圖 我苦難眾生做典範 所以苦難眾生的世界是 齊虛不平的 各位你們要知道 在夏聖經裡面講 我們未來的人間淨土 你要找到那個現在的紅棗 找不到 變成諸葛 諸葛知道嗎 吃了增加一家子公益那種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紅棗上面有刺 找了很多刺 未來的世界 所有的植物花都沒有刺 所以你也找不到仙人仔 為什麼未來的世界福報太大 也沒有醫院也不會生病 女人如果要生孩子 五百歲再考慮 所以未來的世界是福報所限的世界 所以這樣的世界是乳國土金 土地是黃金鋪的 為什麼要黃金鋪 這樣才不會有灰塵 所以以後的世界 賣於空氣精進 記得沒有市場 空氣太乾淨 賣進水器也沒有 所有的水都直接給喝了 喝了以後你就覺得 哇 精神像喝蠻牛一樣 所以他就講 我國土圖如國土金 我收法聖難 那元金誰讀得懂 如收法聖意 然後你講三次法 講一次法就讀了96億 我說我們這講一次法 才這麼多人聽 也不是有幾個人得讀 但是他一次講96億 所以我想說那時候應該是 就是無限廣播 直接藍牙收聽 直接視訊可以直接看 大腦成像 知道大腦成像嗎 你這樣聯繫上的 你坐在那邊 你就是現場聽課 所以明樂菩薩他第一次講法 有96億人得俄羅漢 我們現在全世界幾億人口 七十多億吧 七十多億吧 那時候單單 俄羅漢就第一次就96億 第二次94億 第三次92億 那你看還有多少一般忠誠 這些人而且不是 是明樂的直屬的 這些人是以前 釋迦牟尼佛度春的 釋迦牟那個時代沒有開悟的人 就繼續修修修到彌勒佛 龍法山會為他開的 所以後面 將近有正法時期 相法時期 就是為彌勒眷屬開的 所以這個釋迦牟就很感嘆 我一列字就是一千兩百五十眾 結果你講一次就96億 所以郭敏玉典安師 他就形容我們五字整理 前上個字 你不要講五幾太幾黃幾了 那上個字就是 很偉大很偉大很偉大的佛 因為釋迦牟尼爾才度幾個人 結果明樂佛廣播一次就度了96億 所以這是義行道 因為很多人長期的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了一個佛兩個佛三個佛 累積到彌勒佛的時候 跟他有緣的人很多很多 然後善根存守了 他講了然後馬上開悟 因為見佛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緣 那個佛他會有很強的那種射受力 你在那種射受力底下 破產就開了 這像灌頂一樣 所以說這是四凡乎深 早期很辛苦 那修成功的讓人家很羨慕 所以早期我們常常為我們的老大 跟老二做比較 老二是精進 精進 精進 像釋迦牟尼佛 老二是圓滿 圓滿 圓滿 像米樂佛 家庭要很沒滿 財產要很沒滿 孩子要很沒滿 這樣知道嗎 等到他兩個都成功了 第二個好像比較容易接受 對不對 不用放下老婆子啊 對不對 這是彌勒佛的加工 就是希望我一切都有 那我不是為自己 我是要給眾生看 我是要給眾生看 我們修道還是可以當老闆 我們修道還是可以當這個大廚 不是只有婚的才有大廚 素的也有大廚 就是視線給眾生看 不是為自己 所以說這是義行道 所以這是彌勒菩薩的苦心 彌勒菩薩的苦心 跟所有的佛菩薩都不太一樣 好 那接著 這個尤古里問了 釋迦摩尼就 再次正式的授記 授記已經很多次了 這一次公開 在所有的天人之前 公開再次授記 告訴他 你就是這個世界未來的接棒的人 度化眾生 所以他在跟他講 佛習慣要講課之前 講話這也會叫人一個名字 優婆梨 會叫人名字 楊青 地聽地聽 不要亂說 善持念知 我講的課你要認真想一想 為什麼只有自己來 如來 他這次又自己報一次佛號 對不對 就像有一次我跟我們一個長女講 我現在是用區長的位置跟你講 然後報佛號你知道嗎 他正式報一次佛號 如來 這個少一個字 一般會有兩個字叫應供 所以他的德性 已經可以得到大家的供養 供養這樣的修行人 可以給你很大的鼓棒 應供 正片之是他的所正的成就 無所不知 無所不知 各位 前兩天下雨你知道下了幾滴雨嗎 這個對佛來講 就是看了一下就知道 正片之 過去可以看到 超過一千個佛 往未來可以看到 幾十萬億個佛 正片之 所以我們才說 當你進階到了已經沒有時間概念 沒有時間概念 只有因緣 金魚持重 現在人天 我們剛剛說人有幾個人 看有沒有注意聽 人間有幾個人 七千五百一十六 然後天人有多少 太多了 我們待會兒會介紹有多少天人 超過好幾億 現在在這麼多 人天百萬千萬億萬的面前 重新再說一次 米勒菩薩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說就是受的意思 在講這件事情 無上正等正覺為他受祭 我們常常說 發阿諾多羅多羅三菩提 心 發心 發菩提心 這都是簡稱 這是受 無上正等正覺 他未來即將成佛 我現在跟他受祭 直接預言了他成佛的時間 那第一個預言是 什麼時候死 剛才優伯提問了 那他釋迦莫爾就直接講 十二年後 現在十二年後 他就會離開這裡人間 回到多帥多天 那當然佛經裡面講的數字 有時候他是一種抽象的意味 代表他人間十二因緣已經滿了 就回去了 也有法師這麼解釋 反正就是他未來要離開人間 那他講了這一件事情以後 就麻煩了 剛才我們說 哎呀 哪有點東西要跟他們合照 大家是不是都興奮起來了 然後還是在哪裡 在哪裡 哇 本來午休的都沒有 就趕快去 那這邊多帥陀天 聖教母娘說 十二年後 明樂佛要來這裡就位 當補出不上 你看多帥陀天 是不是要手腕腳亂 就開始 哇 全部人緊張起來了 各位前線 你要知道人間十二年 我們算一下 多帥陀天 一日月 人間四百年 所以十二年 天上幾 多久 不到一個小時 所以聖教母娘說 彌陀佛要去都塞陀天了 那邊的人接待主說 哈哈 怎麼不早點講 接待主很麻煩 所以所有的都塞陀天 所有的天人 這個天神 全部都緊張起來了 我們看他怎麼動員 那個 所以讀活技 不會很不好 很難 好 五百萬億天子 我們才說 五百萬億天子 我們才說 五百萬億天子 五百萬億天子 天神仙佛比較多 這個真的不是講謊話 你看 隨便一說就五百萬億 各位五百億比較多 還是五百萬億比較多 五百萬億 我覺得他歡意的時候 為了多 多寫一個字 因為畫面都是五百億 對不對 畫面不是五百億 五百億 對不對 所以不曉得 對 反正這很多很多很多 一般為什麼用五 五是一個小圓滿 因為我們現在立安去柬埔菜 要念證券 柬埔菜 不是柬埔菜 柬埔菜 柬埔菜 那邊 一二三四五 六怎麼念 一五 兩個音 一跟五的音合起來叫做六 然後二五合起來音叫做七 三五合起來叫做八 所以這個是五 有時候它是代表一個小的圓滿 我們一隻手剛好五 所以他常常用十 就是兩隻手 十個手之手 所以有十波羅蜜 反正這是一種抽象 一種分析 那我們中醫習慣用三 精氣神 然後手三音 足三音 手三癢 足三癢 對不對 我們這個六氣 三的成語就是六氣 所以三掛 三一倍就是六癢 六癢接下來就是六四掛 所以說這個是敬畏的問題 三點三用幽補 好 那這個五百億天人 那他們就開始準備供養成立 成立三朝普渡的籌備處 那當然很忙 很多人會來這邊往生 所以他們第一個動作 要幫忙卷住 準備那個住宿的房間 對不對 我們聽到說有人要來正好住 我們是不是很緊張 有幾個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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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皇兄就趕快去塞棉被 不是他塞了 應該是大家塞了 大家沒有去 他就幫我們做了 他就開始準備了 這麼多人要來 所以五百億天子他們說 哎呀就把他們代表他們的果報 福報最高級的就是他的天怪 你看我們看那個明朝啊 看清朝啊 他們要持官怎麼持 是把帽子摘下來 那象徵他的福報他的果位 他就把帽子摘下來 然後誠實發明 如果我這個福氣 所以各位錢寫你要布施 你要說 當然是如果這個福氣 我這一點錢來布施 這樣就會嗎 他說 哎呀如果我這個福氣 來為供養明日菩薩 讓我的寶冠 讓我的所有的功德 化成供養的器具 那這五百億天子的寶冠 就變成五百億寶公 各位 當你成為公坦負責任的時候 你已經在寶公上面寫名字了 正稱諸福 正宣徐 那個寶公啊 就是未來這個修行有成人 去那邊居住的地方 五百億 然後這個寶公有多好 剛才應該中文應該放那個影片 因為我們用讀的 讀到舌頭都要打結了 一一寶公七來巡 有七杭樹 有天龍 然後每個書都會講 每一個書都會放光 每一個書的果實都可以吃可以聽 反正很難想像對不對 介紹到每一層 所以你那麼拼命在人間蓋豪宅幹嘛 對不對 待會兒上正經裡面的寶公的介紹 多看幾遍 你在人間就不會覺得說 你一定要蓋豪宅 因為你在怎麼蓋 你人間一百年 那邊才四分之一天 四分之一天以後 你就會住那種五百億寶公 而且那個寶公它可以隨心所變 我要阿拉伯型的 那個圓間的 我要古堡的 英國那個巫師的古堡的 我要那個白宮的 我要種種古的 那個寶公是由主人隨心設定的 四心所意 所以這是住那個豪華的大 不是民宿啦 大別墅 然後在那邊所有的設備都自動的 你不用操控 你用心想一下 我要喝水 然後就乾露水就跑到你的前面了 如果你覺得直接飄過來不好 它也可以化成天女 我覺得雪靈端的水最好喝 就看到一個雪靈端了一杯 上司乾露水請用 好 這上面都是最高級最高級的 你覺得現在我要聽點音樂 它會有天魔後最厲害的 那個魔音川老的 現在是佛音川老的 唱歌給你聽 比王輝的還好聽 所以所有的歌手去那邊都失業 這是色聲香味促法 他演說大慈大悲法 我們如何去知道說眾生的苦 如何想要去救度眾生 給眾生大快樂 這個大慈就是彌勒火 他要給眾生大快樂 那大悲一般是指觀念菩薩 他要給眾生離一切苦 要慈悲心 那每個佛菩薩都有大慈大悲 那平常演說的就是最基礎的佛法 我們剛才說不是說要度向今生嗎 今生要度嗎 要明悟人生 對不對 明悟人生 明悟人生幹嘛 整個生命就是這樣 人生無產 人生無我 人生是苦 人生是空 苦、空、無產、無我 就是一切生命的一個基本現象 那這些都是因為我們不了解 所以就造成種種的苦 明明就無我 明明說哎呀 你是我的兒子啊 不聽我的話啊 糾結啊 像我們陽性就比較不會 孩子只有孩子的苦 無我 就是那種掌握欲 你怎麼沒有造這樣子 你的直理怎麼這樣子 這是自我的觀念很強 他不是去為他 你這樣子可能不夠轉眼 這是為大家 你沒有聽我的 這叫我直 但事實上你要去掌控就是痛苦 去痛苦 所以說 哎呀 如果能夠由我都好 我的後學任我拆解 你們都要上 沒有人敢請教 對不對 有人請教了 其實一百個來九十九個 結果他為那個沒有來那個在生氣 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掌握 我們現在有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就這樣子 他要增加八千萬就是機會去掌控全國 所以我們台灣人全部去上班都還有剩八千萬 但是一定要去掌控 那佛告訴你 眾生接去佛性 每個佛性都獨立的 你要去要求別人不可能 我們試著去影響別人 試著去引導別人 現在心中就沒有苦 那無常 我愛你海濕哭爛永遠不會變 明顯是 望遠 下輩子他當你媽媽 你怎麼愛那海孤石呢 對不對 這無常就是他一定會變 一定會變 沒有什麼不變的 像我的頭髮以前都那麼黑 英俊蕭爛太亮漂亮 不然我怎麼娶得到老婆 那現在呢 快像變骷髏頭了 所以這無常他一定會變 然後空 他最後一定會消失 沒有會消失的 連地球都會消失 那你把這些認真了就是苦 你出生了就是苦 人生就是苦 從出生 在學校壓力很大 大大要去跳樓 然後長大了 交男女朋友傷害很大 那結婚了買房子壓力很大 生不出孩子壓力很大 孩子生出來了養孩子壓力很大 老了壓力很大 如果孩子不養我怎麼辦 趕快保險 保險的壓力很大 錢是有了 但是身體就生病 好 下課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體悟人生的苦痛無常物 我們才會下定決心 不休到不行 不休到不行 所以才會有那種 那個喇嘛說 安得世間兩全法 不父如乃不父親 他又要有愛情 又要有修道 我們現在不是有了嗎 喇嘛不可以 和尚不可以 我們可以 不父如乃不父親 我們沒有讓我們的師恩師母 老前人前人 沒有讓我們的祖師失望 認真修大半道 我們也沒有讓家裡的人失望 愛護家裡 愛護子女 家有父母 所以說 這是例子上 所有修行人最渴望的東西 我們具足 但是這個是從這邊一定要領會 修道心才會堅決 那在整個都在天上面 從天人開始供養視線以後 就會出現 我們經典的部分會出現 寶女 育女 天女 這些大部分都是幻化出來的 為你服務的 為什麼我們喜歡看美女 各位你們喜歡看美女嗎 我們不一定要擁有啊 我們看了就很開心啊 像我們看到那個銀秀 啊 看得開心 對不對 應該是所有的啦 講一個得罪全部的 像我女兒就跟我講 爸爸 你就不曉得了 長得可愛 容易度人 如菩薩 莊眼身像 你有這樣的天女來接待你 來招待你 所以像我這種人 都不能當接待主 羅漢是真行的 我們前老特性 特別喜歡吳京那種型的 最好再高一點點 像馬丁是這樣的 高度夠 寬度夠 重量夠 我們前老特性喜歡這樣 所以啊 這個是菩薩身形 色身為妙 如菩薩 莊眼身像 所以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以後投胎 你還會沉迷於女色嗎 實之無畏 看了就討厭 我以後還是來天上看菩薩好了 好 這是眾生 的現象 那米勒菩薩 他就這樣的視線 在這個世界 做出這樣子 最容易體會的 我們這個看完就下課 這是現代科學家發現的一個蘇水工學 叫做曼德勃分型集合 他這個圖案裡面 這個圖案裡面 他正過來就是一個佛陀打坐的樣子 他所有的毛邊都有一個這樣的圖案 所以從這個地方分開 這每一個毛邊 每一個毛邊都是這樣的圖案 放大到兩千倍 還是這樣的圖案 這叫分型集合 各位可以YouTube看一下 那這個分型集合 他是告訴我們是什麼東西 他是告訴我們說 一切眾生皆具佛性 善到諸佛無善 下到寒靈蠢動 寒靈蠢動 所有人他都具有圓滿的佛性 都有佛性的樣子 那我們在中醫裡面講的叫做全息率 所以我們腳底按摩可以治療全身 我們的耳穴可以治療全身 我們有時候不把脈把手指骨 這個手指骨仔細去摸 就知道你以前生過什麼病 很準 這是全息率 某一個區塊就可以反映到全身 這是我們這個菩薩 那種多摔弓他不斷一重一重 放出光 光裡面有菩薩 菩薩在放出光 光裡面有天女 天女在放出光 光裡面有樂器 樂器在放出光 光裡面有音樂 他不斷不斷地去圍觀 這是很有趣 那我們這一節課先講到這邊 你們休息一下